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义普通话频道。 在召开三中全会之前,中共官方通报了两任的国防部长都出事。 就是前国防部长魏凤和,还有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现在的国防部长叫做董军,据说是彭丽媛的嫡系。 前两任国防部长一起出事。 这在近代别说是大国,就算是在小国也绝不多见。 中国在这十年来真的是起了很大的变化。 不只是国防部长出事,外交部长出事。 大家不要忘记还有两任司法部长也出了事。 中国的部长全部都是高危岗位。 谁当部长,谁完蛋。 那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说是两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以及开除党籍,移送军事检测机关起诉。 就是说,这两人要被送到军事法庭受审了。 那到底严重违纪违法是为了哪方面? 他们两人都属于国家领导人的级别。 被指收受巨额的钱款。 李尚福还涉嫌行贿罪。 行贿谁? 当然是行贿比李尚福更高级的人。 在中央军委当中, 比李尚福这个国防部长更高级的人有谁? 当然是,除了军委主席之外,就是军委副主席。 其实矛头很简单。 就是只指张又霞这个军委副主席, 以及他的前任。 因为李尚福在当国防部长之前是装备部发展部的部长。 就是以前的总装备部和总后勤部合并之后, 就变成了装备发展部。 李尚福就是这个部的部长。 那他的前任是谁? 就是张又霞。 装备发展部是一个油水位。 所有的军购。 军事开支。 买东西全部都是他们负责包办。 那你说是不是所有的油水都会落在他们手上? 在中共现在最重视的火箭军当中, 花钱最多的就是导弹。 以前叫做二炮部队。 后来改了名和改了编制。 就成了现在的火箭军。 结果火箭军的几个司令全都落马。 当中当然是牵涉了很大的腐败。 除了腐败之外还有一件事。 就是政变。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你如果想在火箭军混得好, 你就一定要满足一个条件。 火箭军是干嘛的? 是要发射火箭上太空吗? 你以为是要搞恒天? 搞卫星吗? 都不是。 而是要打台湾。 火箭军的目的是用来打台湾。 反而航母的目的不是用来打台湾。 为什么? 因为打台湾不需要航母。 航母是用来侵略南海的。 是要侵略包括印尼、 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等在内的南海诸国。 这是习近平更为远大的目标。 先收台湾。 然后统一南海。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完成大日本皇军不年前没有完成的愿景。 那为什么说是牵涉到军事政变? 因为作为火箭军。 作为国防部长。 军委里面的一员。 为的就是一起串通。 然后赚钱。 国家想做什么? 国家想打台湾。 打台湾要花很多钱。 老板问你要花多少钱? 当中就包括导弹。 要升级国防系统等等。 我们用导致打人家。 人家也会用导弹对我们还击。 那就需要拦截。 需要花很多钱去建立导弹拦截系统。 导弹拦截系统花很多钱。 导弹要花很多钱。 战机等各方面也是要花很多钱。 所有东西都在暗中向上面爆大树。 打台湾要花很多钱。 上面劈下来了。 被问到能打了没有就说还不行。 但是又怎么可能会还不行? 原因就是贪污。 敷衍了事。 给了钱你你就把燃料换成了水。 导弹全部都不能发射。 全部都是假的。 那你跟政变有什么分别? 当然。 分别在于还没有直接打到中南海。 但是你却在那里敷衍了事。 老板交代下来要打台湾。 给了那么多钱你就是要打台湾。 那你在做什么? 你却把所有的钱全部放到自己口袋。 这在习近平的心目中简直就是谋反。 既然是谋反。 那当然是要全都收拾掉。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火箭军的三个司令员。 周亚宁。 李玉超全都出了事。 还有就是魏凤和。 他是火箭军第一任司令员。 那么多的人出事。 其实最痛心的就是魏凤和。 因为魏凤和本身是一个百分百的习家军。 这是最令人意外的。 魏凤和可是自己人。 是习近平的爱将。 现在居然连他都出事了。 自从习近平当政之后, 他就平步青云。 一直不停地升迁。 传出中纪委找他调查。 主要就是因为他贪污太严重。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里面有谁不贪污。 所有的人都在贪污。 尤其是习派。 习派在上台之后专抓其他人。 习派贪污一个都不抓。 所以贪污对习派来说再正常不过。 而且是堂堂正正的贪污。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即便你贪污也要交功课。 习近平一心要打台湾。 而你们这帮人上上下下都在蒙骗他。 说打台湾可以, 但是要花点钱。 老板放心。 台湾不是不能打。 但是我们欠缺一样东西。 欠什么? 当然是欠钱。 拿钱来升级一下我们的军备。 升级一下我们的防空系统。 以防止被人反击。 一大笔的钱投了进去。 结果却被人揭穿全部都是假货。 火箭军是假的。 那习近平会不会一意孤行? 其实从他清洗整个火箭军, 以及现在要收拾两任国防部长的首颖。 他看起来已经是不在理会下面的军委的反对。 已经是下定决心要打了。 因为他即便是下面的人在敷衍他。 但是以前的装备还能用。 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 给我来一份报告。 而且他对于这帮军人开始越来越不信任。 李尚福是张又霞的嫡系。 这也就罢了。 但是魏凤和可是自己人。 现在连魏凤和都出事了。 总之能够坐上这个位置的全部都是在沆瀣一气。 当年普京为什么需要打乌克兰? 就是因为他以为花了钱就能全部搞定。 他下面的KGB头子给他报告。 报告总统。 我们已经收买了乌克兰的总统。 还有议长、总理、财长、警察部长。 所以的官员已经全部收够了。 他们每一个人都收了我们的钱。 我们军队只需要你平时操练一样。 他们就会在街头迎接我们。 当时的情况肯定就是这样。 让普京觉得好像是做展览一样。 就可以很轻松地拿下乌克兰的领土。 结果就出事了。 被人忽悠了。 下面的人全部都是在忽悠他。 钱不知道去哪里了。 那怎么办? 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 这场仗已经打了两年多。 结果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而习近平其实在两年前就已经想动手。 当时他就是跟普京串通。 你打乌克兰。 我打台湾。 咱们一起上。 让美国佬没有办法同时兼顾两场战争。 哪知道刚准备上就发现出了问题。 你们这帮混蛋军头。 又说这里有问题。 那里又怎么样? 既然我们的军备不行。 那就给钱。 我现在再拿点钱出来。 你们给我把问题解决好。 武器要提升到可以打到台湾。 可以成功占领台湾为止。 结果这样子就出事了。 还有就是都知道当你被人查的时候。 你一定会反抗。 反抗的话就会组成一支抵抗队伍。 大家一起加口供。 这就是所谓的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 而李尚福是张又霞的人。 魏凤和习派的。 但是他们两人居然串通。 加口供。 我们到时候一起怎么说? 那些钱就代代平安。 这样子就坐实了造反。 谋反。 政变的证据。 所以现在他们的罪名其实就是政变。 只是不方便说而已。 只能说他们有大量的贪污腐败。 所以军纪委要开军事法庭来清算他们。 这就是现在整件事情的发展。 而现在这个新的国防部长董军根本就是个草包。 他是从文职一直坐上来。 虽然他是海军出身。 但是却从来没登上过舰艇。 更没有当过军舰舰长。 一个这样的人实际上也是靠拍马屁上位。 这样的人来当国防部长。 习近平当然是不会把他提升到中央军委里面。 所以他不是军委委员。 他属于中央军委。 但是他不是军委委员。 他没有资格在中央军委里面开会。 身为国防部长却没有资格在军委开会。 只能够在事后等通知。 搞得像个端茶到水的一样。 十足的家丁一个。 国防部长只是挂名而已。 现在习近平对于这些军人极端不信任。 因为他认为下面所有的人都在欺骗他。 所有的人做事都是敷衍了事。 所以习近平要不断清洗。 一直清洗到下面有人讲真话为止。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打台湾。 所以他认为一定要掌握到最新的信息。 一定要计算到自己的实力。 现在好了。 全部清除了。 把之前的人全部收拾掉。 然后再找其他人去空降。 甚至还用了陆军的人去兼任这些位置。 实际上就是看看自己到底还有几斤几两。 哪些是没有夸大的。 哪些武器还可以用得着。 然后得到一份准确的数据。 这也是习近平对美国的态度忧疑不绝的原因。 有时候是很强硬。 有时候总得要命。 因为他自己也是心大心小。 不知道怎么办。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让我们下期节目。 感谢观看